17岁网红马浩东有着俊俏外形 8月刚签约成为高圆圆旗下一人 今日却被前女友爆料恶行 疑似酗酒沉迷游戏欠钱不还 还在女方怀孕6个月时逼急堕胎 引发外界哗然 据悉自称是前女友的网友流女爆料 马浩东沉迷上网还酗酒 同时跟多名女生搞暧昧 常借钱不还 薪水入账却又拿去买奢侈品 甚至动手打人 流女更透露 马浩东怕女友出国变心 故意让她怀孕 之后却因为怕营养事业要求堕胎 不过女方当时已怀胎6个月 让她非常心寒 对此马浩东公司发布声明回应 马浩东本人也转发微博道歉 称对不起 并表示我的不成熟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非常抱歉 我会好好反思 之后会更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马浩东的妈妈在20日发表微博 我很难过也很生气 因为流女说的不是完全的事实 她坦言 没给儿子健康的成长环境 这点自己难辞其咎 但同时也指责流女 宁可做个普通人 也没必要因为害怕你 成天提心料胆 我的孩子我自己管 就当我们全家对不起你 我给你磕头 求你放过她 据悉 马浩东1999年出生于山东日照 现为高院院工作室旗下艺人 本来凭借俊朗的外表下 可以持续走红 结果爆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看来颜值与人品并不是成正比的 对不起 What is